很好 但是手上的力量没控制好 这样21比14 基多和赛迪亚万呢 是把局分搬成了一平 好 我们再休息一下 等一会儿呢 我们再来看决胜局的比赛 好 观众朋友 亚运会羽毛球男子团体半决赛中国队对印度尼西亚队的比赛 第二场双打的这个比赛呢 现在来到了决胜局 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 蔡云富海峰是23比21获胜 在第二局的这个比赛里面呢 蔡云富海峰呢 打得比较被动 特别是在中段的时候呢 正像赵尔导所说的 就是说好像呢 找不到有效的这个办法 虽然最后呢 也经过努力 但是前面落后太多 最后是14比21输掉了第二局 现在双方决胜局的比赛开始了 那么接受第二局的这个教训啊 从这决胜局的这个比赛里面 从一开始就要抓紧 双方各得了一分 一比一 了 中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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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 没有这个重心的就是刚才进球点可能他太早启动了一下 就并没有打好这个球 但是印尼这边反倒是自己失误 对因为对方也被他刚才第一个的启动来受到一定的影响 突进 这个基多就看他这个肌肉力量非常强 他的弹跳非常好 对爆发力又很好 所以他的这个进攻在第二局的比赛里面 确实给参与负海峰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5比3 这球基多判断失误了 他以为这是个短球 对 对 嗯 好 好 好 OK 好 0 0 好 好